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这几天内有持续报道 洪湖有很多的民众在中秋临家之后 纷纷传出了皮肤红中痒的问题 经过卫生局进一步的裁剪剪体之后 发现引发皮肤红疹的元凶 就是台湾黄毒儿的幼虫 也就是俗称的毛毛虫 消息一出也让很多的原本要去澎湖的游客 却步了掀起一阵退团潮 黄色直条纹的毛毛虫无忧无虑 停靠在植物上 但它就是让澎湖献民皮肤起氧无比的元凶 台湾黄毒儿的幼虫 中秋过后 许多澎湖献民的身上莫名出现大片红疹 最后发现原来是黄毒儿幼虫的体毛 接触到人体皮肤后 出现的刺激性接触型皮肤炎 但是在骚痒症状还没查清楚前 澎湖观光业却传出推定潮 旅客害怕自己来到澎湖也会骚痒有红疹 所以纷纷取消订单不敢前往 让原本受到疫情重创的旅游业者 听闻消息后苦不堪言 原本其实旅客来的来科数已经很少了 再加上又遇到这个所谓的怪病 那到底它是真的是怪病还是什么 大家都怕这个皮肤病的问题 所以又很多人 陆陆续续在取消不来澎湖了 澎湖至今有好几百位民众都出现红疹皮肤炎 医生表示引发过敏的毛毛虫 体毛非常细 可以轻易穿过衣服纤维上的缝隙 而现在澎湖又吹起东北季风 所以幼虫的体毛更容易随风飞扬 接触到民众皮肤 让游客不敢前往澎湖游玩 原本受到疫情影响 观光产业大受打击的澎湖 现在又因为毛毛虫引起的皮肤炎 掀起一阵退团潮 让观光业者感叹 究竟何时可以重建 从前光景 记者综合报道